这个宇哥假如今年真的有幸胡传得比 那快船主场球迷会倒戈吗 快船会不会溃大了 那不是 因为今年快船打的漂亮 如果说这是首轮淘汰了太阳的话 那我赢南上上 你这种纯粹的竞争精神 以及呢不屈不挠的竞争斗子 谁不会被这样一种纯粹的篮球魅力所感染的 尤其拉纳德 打我风格这块 怎么讲 在场上就是干净无比 打的最纯粹最简单简洁的 那种这个想象当中的篮球比赛 甭管说周围客观环境有多么复杂 我自有一定智慧 甭管说整个联赛催发这块是否江河日向 我仍然呢保持自己当年对篮球的信仰 我也是这样一种对篮球的高级追求始终不变 所以拉纳德 简直就如同是当今蓝潭的一股阳春白雪 这点是一点不夸张的 拉纳德也担得起这样一种场上纯粹竞技家的美誉 拉纳德他场外肯定是差点 其实他场外也没惹事 你要说拉纳德做件翻课的 也没有啊 人家家庭一直以来很稳定 根本就没有任何画面新闻 连一点传言的影子都看不着啊 这是拉纳德 他就是伦修这一点 挺受瑕疵 再包括很多事他秘而不选 跟他自己舅舅互相之间 私下传统密谋 这点可能说也是让其他人呢 感觉很不太适应 但是考虑到拉纳德毕竟从小应该是单亲家庭 很早他父亲就没了 他舅舅是说啥呢 掌舅如富 这种感觉 自己没有哥哥 就是自己单崩一个 家中独苗 男的 男的就是 一脉相承 那自己舅舅不跟自己亲爹差不多吗 从小受到这种呵护长大 他舅舅呢 所以他的一双羽翼啊 始终张他照顾的很好 因此你说梁纳德大了之后呢 很多事 你像这么一个呃 只会打篮球 其他事也不过多改喻的一个人 挺简单的 所以你要说他对外界可能说不是那么信任 就信任自己舅舅 也算是一段亲情的假话吧 梁纳德 成长为了超级记性了 仍然对于自己舅舅呢 有那样一种孩童般的依赖 也算是挺让人温暖 梁纳德 其实他真是没什么太大毛病 就成为在伦修这点事儿而已 但伦修如果说你能拿到冠军呢 就在几天你表现要这么卓越呢 那梁纳德 呃 也是NBA历史这么多年呐 呃 扫电 就是梁纳德呀 他 铃铛人员 扫电